在俄罗斯军事威胁扩大之际 芬兰圣诞老公公的家乡已经做好准备 随时可以变身成防空洞 提供民众紧急避难 事实上芬兰早在数十年前 就开始在全国打造地下避难所 目前更多达五万座 耶旦老公公作者寻路雪橇 在白矮矮的银色世界中漫游 位于芬兰拉普兰罗瓦涅米的 圣诞老人主题乐园每年都吸引大批游客 造访这个有如洞穴般的地下走廊 参观圣诞老公公的邮局 精灵学校 礼品店 圣诞树和巡路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藏身于 五十公尺高山丘里的乐园 还扮演避难所的角色 能够顶遇轰炸 化武 祸和攻击 从最初的时候 在1997年和1998年 它是建立了一个建筑 但在同时 有一个游泳园 从最初的时候 他们都要考虑了各种考虑 这里备有行军床 急救箱 甚至有在建物倒塌时 可以挖隧道回地面的设备 同时还配有一口独立水井 但食物仍需自备 一旦避难所使用 所有圣诞老人相关物品都会被清理 不过部分玩具将被保留 提供避难所里的海洞使用 这里是计算计 3600人 可以从来到的房子 这里可以充足得那么长时间 只需要只需要 所以如果我们想想 在这里的水平 讓我們希望能夠保持窗戶和窗戶 那時候我們能夠保持窗戶 這很厲害 在經歷與俄羅斯的兩次戰爭之後 芬蘭打造了龐大的避難所網路 聖誕老人樂園只是全國五萬個避難所的其中之一 在和平時期避難所被作為游泳池、運動中心或停車場 成為民眾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這個擁有防暴牆、掩體和廁所的哈卡涅米緊急避難所 建於2003年 位於首都賀爾辛基的地下 平時作為停車場和體育設施 在72小時內可恢復為避難所 能容納6000人甚至能抵禦和攻擊 這是不可能的說 100%確定 我們能夠保持這個和這個 很多的武器效果 但它是能夠保持最高的保護 哈爾辛基在1980年代 就成立地下指揮中心 目前全市約有5500個避難所 為該市65萬居民提供掩護 芬蘭大多數避難所屬於私人所有 因為自1940年代起 法律規定每棟公寓的地下 都要興建避難所 僅赫爾辛基就可容納約90萬人 如果戰爭蔓延到1300公里長的芬蘭 俄羅斯邊境或是俄羅斯發生核災 避難所可以在幾個小時內轉換成緊急住房 足以收容總人口550萬中的八成 政府將會向私人支付費用 以維持額外的食物、燃料和藥品儲備 可以 出品 進去